我这块地非常的肥越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你想种什么都可以 十万块就十万块 说好了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贵民 这个地要卖掉了 大头你干嘛 你怎么知道我卖地 电话不是说了吗 那既然卖掉有钱了 我五年前借你那五千块钱 可以还了吧 那五千块钱 你知道当时我求你多难借吗 而且我求一求二 下跪下三道是你才借给我 现在我是有钱 但是我钱没到账 你要钱也可以 当初我怎么给你借钱有多难 现在你就要回这个钱有多难 可是贵民 你不能做老赖 什么老赖 我那时候也是很困难的 把家里面的母猪卖掉 我才有钱借给你 你求我并不是我说不借钱给你 而是我身上确实是没有多少分文了 后来不是还是借给你的吗 借给你的时候 你信誓旦旦说一个月还 可是一个月两个月 一年又一年 每次年底去追你的时候 你都是给我这个脸孔的 当初我借给你的时候 你就不考虑一下我的难处吗 我怎么不考虑 问题是我的求你那么久了 你都没有一点怜悯之心 害了我下山道士 我一点脸面都没有了 咱们做人不是那样做的 有借有还 我现在不是说没有欠你 我有托不还 不是说以后我有钱再还给你 反正要看我心情 你怎么能这样做人 我跟你说 我等我收了这块地的钱 我有心情的我再还给你 就是要以牙还家 知道没有 没谢钱你还是朋友 借的钱怎么就成仇人了 这人贫 活该呀 当初不禁该借钱给他 哎呦 怎么领我家的芋头呢 领过了吧 不是我见它那么干 然后我就帮你领一下 平常我扛水泥 确实是累没时间 但你也不用这样帮 而且你哥 借我的五千块钱 现在都还没还 我刚刚去吹他带了 还跟他吵起来 你过来帮我领这些菜 你哥怎么想 我哥欠你 五千块钱是吗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但是你现在说了 我知道了 这样吧 我帮我哥还 我有一点释放钱 你哥的债 怎么让你未来吵 还呢 我哥也是我一家人 是你哥的 不是你的债 你不能去替他还 这些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 不能让女人去承担这个事情 没事的 回去我再跟他说 我再跟他要 来 给你 还给你 哇 好 你的钱 你清辛苦苦的 一把尿去赚钱回来了 你把钱给了稳 让你哥这个老赖 轻轻松松的去 我回家再问他拿 能拿掉吗 能 他很疼我的 我哥 那只能是委屈你的 不委屈 他要是不还你这钱 你随时拿回去 不 不不不 反正我存这个钱 也是想着以后留来嫁人的 嫁人 要嫁哪里去啊 你跟我那么多年 你不知道我的心意吗 我不是一直对你 安恋你吗 我喝的喝呢 你怎么还安恋我 之前你跟我说这个事情 我还以为你开玩笑 我是认真的 认真 你也单身 我也单身 认真 你也有认真法 你这样子 太儿戏了 没有 你哥会同意吗 会的 我只要我喜欢 我哥都会同意的 你爸妈能说过去吗 说的过去 他们都说你人品很好 只是那么久还没长到 合适的而已 他们毕竟是一个村子里面的 这样说 你心黄 自根自体 这样才好吗 虽然说不同性 但家都是从小一起玩到大 很大的 海头不见地头 这样 也当作宋妹一样 我们突然之间这样子 我担心的是村里面的老人风言风语 闲碎语的 你的面子 还有你的荣誉 还有你的清誉 你清白 那只能说亲上家亲 不能说人家同一个姓都结婚了 不说我们不同姓 同一个村那么大 是不是 那又不 那不一样 你条件那么好 身材又好 五官又精致 皮肤又白皙 一看就流 这男人就流口水 你找我这种古道三粗的 在家里面乌农的 不太合适吧 老实的好 我就喜欢老实的 就喜欢你这样的 可是开工没有回头见 一旦上了我这条贼船 你可能就下不来了 我都没想过下 没想过下来 对 那我们就公州共济 一起去寻找属于我们的美好的幸福 好 那 那改口吧 叫李永勇吧 哈哈 那大头我们去一个会吧 行吗 喝个奶茶 我们先刚刚开始认识 是算起 你好 我叫我大头 你叫什么 你好 我叫熊熊 诶 出出见面 喝个奶茶 诶 走走走 走 这熊熊人的好 他哥好多了 不过 以后还得要叫他哥 叫我 大舅哥 哈哈哈